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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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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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黄和娘 您没事吧 黄和娘 您老人家受惊了 儿子保护不招 罪孽深重 小鬼子 传令下去 今日当班的侍卫 罚奉一年 回来 回来 就是一个太监和宫女闹事 互相争斗而死 不管世卫的事 小鬼子 传太医 给太后准慢 遮 回来 不用传太医 我睡一觉 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这两个奴才的尸首 就先不用动 放在这儿 黄帝 黄帝啊 我这心里烦得很 怕吵 你快让他们多回去 黄和娘 儿臣 下去吧 是 是 黄帝 太后说了 跟人家烦走 咱们先走 听话 是 是 蝼蚁还尚且贪生 何况是人呢 那是什么原因 会让一个宫女和一个太监 同归于尽呢 小鬼子 你今天在慈宁宫 还看到些什么 你说呀 糟了 看来真是出大事了 平时你话多得不得了 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 你倒是说话呀 你们先退下 走 现在可以说了吧 还是不能说 那你想怎么说 那你想怎么说 且不说 要不想换了 那地儿我不能在 那地儿我不能在 我让你上来 你就上来 这 在这儿 可以说了吧 行 好 不过 皇上 我跟您说完了以后 您可不能生我的气 你话怎么这么多 快讲 好 我本来打算今天夜里偷偷地溜走 就再也不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有人要宰了我 因为有人要宰了我 为什么要宰你 因为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秘密 不过 最后我也是因为这些个秘密 又流了下来 因为我知道 这些秘密对我来讲 并不重要 但是对您来讲 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不能就这么把这些秘密 带走了 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也会被别人蒙骗一辈子的 有些人和事 您必须得知道 而且那对于您来讲 太重要了 我如果不告诉您的话 我心里过不去 这地 到底是什么秘密 这地 这 能让他们 都后退五十步 然后转过身体 把眼睛闭上来 最好 把耳脸堵上 波罗 退后五十步 转身 把耳朵堵上 撤 退后五十步 护上耳朵 转身 皇上 差事办好了 说吧 你也退 皇上 奴才得保护您啊 按我说的做 折 皇上 皇上 您干脆 让您身后的那俩 也退回去吧 也甭麻烦他们了 让他们直接 贴墙就完了 都听见了吗 喳 说呀 我其实不是小贵子 真的小贵子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败海公一拳搂死的 那你是谁 我是扬州小白龙 你姓小 叫白龙 不不不不是 那只是我的江湖称号而已 娘家人都管我叫小宝宝 不过外人都够叫我的大名 韦小宝 您以后可以管我叫小宝 还有吗 还有就是 我其实是个货真驾驶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不是再见 嗯 证明给我看 证明给我看 皇上 两个大男人 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多难为情啊 把裤子吞下来 多凉啊 吞 咱们 被暴 space了 你揭得 weight 那是 知道吗 是 你 在这 你好 不离啊 皇上 你看他们 他们都回过头来了 都看我呢 您说说他们呀 东龙 把头撞过去 喳 继续说 讲啊 其实啊 刚才那件事 对于您来讲并不重要 那只是我骗了您而已 您不要说 行了 刚才那事不要再说了 这第二件事 我骗了 您最好还让他们 再退五十步 东龙 再退五十步 喳 再退五十步 其实 您皇阿玛 也就是你爹 他没有驾崩 现在就在五台山 出家呢 你没说假话 我皇阿玛现在还在人世 可不嘛 我 我那天晚上 听听那个海大父 跟太后就是这么聊的 真的 当然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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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贵总 明天天一亮 你给我去五台山 见我皇阿玛 请他回宫 走 停 皇上 你不行 又怎么了 还没完呢 还有一件事 你这还重要 说 好 什么言之 人都给我点点什么 公主这次走几天啊 不都说了吗 少则一日 多则三日 我希望他走一年或者三年 嘘 为什么呀 他要再不走 就把我们玩死了 我 皇上 皇太后房里藏着男人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个男人 因为 那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戴着个假辫子 但是是真头发 我一把 就把他这假辫子真头发给搂下来了 然后看到的是一个 那么大个的大光头 所以千真万确 他确实 是个男的 你可知道 嗯 毁谤皇太后是什么罪吗 我当然知道了 他会砍了我的脑袋 但是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 我才半个字假话 都不敢说呀 我说 皇上 您要想喊 您就喊出来吧 保护皇上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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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皇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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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慈宁宫没有什么事 把慈宁宫的侍卫都撤了吧 撤 都退下吧 坐 Wen 武 后来 姓 小宝 今天夜里 你陪着我去夜探慈宁宫 奴才赵旗贤拜见皇上 皇上 交给奴才的事 奴才已经办妥了 奴才告退 我还是要去夜探 我还是要去夜探 不得了 你还好 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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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谈 友谈 宜世 又是 哪儿 皇上 皇上 生你都成熟饭啦 你的奋斗不值得呀 而且 气急伤身伤身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是不是 你跟他说什么 我说七大伤身伤身 解决不了问题 皇上 上面那句 上面那句 生命都成熟饭了 您的愤怒不值得 不得无疼 明天一早 咱俩去晤台山 好 不喝 好 我不能随便出口 你一个人去 我一人去啊 一旦确定我黄阿玛就在舞台山上 咱俩再一起去 一测万全 好 不好 怎么了 皇上您忘了吗 我是个太监 宫里头有个规矩 太监不能处警察 你是假太监啊 这样也好 以后你就不用再演太监了 你就当一个侍卫吧 不妥吧 皇上 怎么了 您看啊 现在宫里头上上下下 都知道我这么个贵公公 那我现在突然不做了 变回真男人啊 这宫里头上上下下肯定会议论 你是 为了帮助朕 缉拿敖败 奉朕的职假扮的太监 现在元兄移除 任务就完成了 你就不用再假扮台山了 对 我们就这样对外声称 小贵子 停轩 朕现在封你为御权侍卫副总管 亲自黄马褂 皇上 黄马褂我已经有一件了 怎么穿啊 这两件 一件套一件啊 而且 都这时候了 穿两件套是不是有点热了 要不要 要 要要要 谢谢皇上隆恩 去吧 奴才告退 来 哪个 你再把刚才那话说一遍 生米都成熟饭了 皇上的愤怒不值得 走吧 奴才告退 来人 奴才在 把他埋了 吃 小贵子 你出来 本公主在御花园等了你一夜 前贵子 前贵子 小贵子 我出来 我出来 又骗我 那个 电话 atte 小贵子 收着谁啦 贵哥哥 你总算回来啦 我跟师姐担心你一晚上 担心我了 你呢 我姨呢 我姨担心我吗 你干吗 你的电竞心又被找回来了 我拔不下来 你自己拔吧 谢了 好 好 不闹了 不闹了 来 给你 你扣手心干什么呀 明明是你刚才扣我手心 算了 算了 好能不跟你斗 让你站点赔A 站点赔A吧 我也没收什么亏 都吃饱喝足了 那走吧 去哪儿啊 出工 不是说没有那个凡人公主 我们出不去吗 放心 你想问我 现在可是大官 谁敢拦我 杀了他把我 小怪哥 你给我站住 快走 大大哥 皇上派我去工干 你知道吗 大大官了 知道吗 我有急事要出工 拿你的 走 小怪哥 你给我站住 小怪哥 你给我站住 小怪哥 你给我站住 小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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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好像我去钓大鱼的吗 你给我骗子 我骗子 我骗子 你骗子 骗子 好不好啊 小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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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主 小怪哥 我正要去找您呢 好 没事 没事 不 不 不 我背着去 你是天地会的 事到如今 我也不必相玩呢 我姓伟 林小白 没错 我正是天地会青武堂相见 世杰 姓主 这二位是 左边那个啊 是沐小工业的妹妹 右边的那个是她师姐 我看你们听到我的名号以后 也有点站不稳了 坐下歇会儿吧 三哥 三哥 你帮我一门呗 请相助吩咐 借一口说 借一口说 嗯 我们俩坐着啊 我去去就回 没想到 贵哥哥竟然是天地会的乡主 我还以为 他只是一个有嘴滑舌的坏小子 小贵子呢 您看 属下全买齐了 王府这俩姑娘您看见了 看见了 这不挺漂亮的 嘿 不是说这事 说正事 这俩姑娘啊 之前在宫里 是立抗市委关钉 受点少伤 我让他们俩自个儿回去呢 这心里又放心不下 所以我说呀 怎么也得找个人把他们护送回宝兵府 您看您 那是理当效劳啊 有您这句话 就你我就放心了 来 这钱呢 您拿着 顾两辆马车 咱们即刻起床 乡主 这钱也太多了吧 多就多了呗 剩下了自己留着 买点补品 补补身子 三哥呀 我呢 也是有要事在身 那书下先搞退 来 无本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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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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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菜也可也不吃 但是这酒啊 您一定得好好尝一尝 得了得得得 行行行行 少来点少来点 不知道好不好喝呢 你等会儿 哎呦 喝酒去 谢谢爷 谢谢爷 您慢用 哎 嗯 这酒啊 好有时候喝 哥怎么有点拔舌头啊 走走走 哎呀 嗯 谁啊 你叫我啊 我不到底上路 我什么时候的点儿都行 哎呀 哎呀 睡着觉的我要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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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你你你你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救你的 救啊 你被下药了 太后派了这些人 来追杀你 说你偷了四十二张经 四十二张经 我我我没有啊 姐姐 那我爸爸就在那儿了 你不信你可以搜啊 我已经搜过了 你们怎么都对那四十二张经 那么感兴趣 好 姐姐 你想什么呢 小兄弟 你看 你也救过我的性命 我也救过你的性命 可不是吗 姐姐 要是没有你 我早死了 你别这么叫了 按照我的年龄 都能荡羊了 好 好 姑姑 快起来快起来 我姓陶 好 闺女红英 我十二岁就进宫了 第二年 我就服侍我们崇祯皇帝的长公主 我 姑姑您那个时候就进宫了 当时清兵入宫 绊成一团 我受了重伤 我就一直待在黑房里 直到第三年 我才遇见我师父 那 姑姑 您师父也是宫女了 她是太师父派她进来的 为的就是那八部 四十二张经 八部 满洲八旗呀 每一旗的旗主各执一步 当时清兵入宫 本没想长居关中 所以他们就到处掠夺金银财宝 然后把金银财宝运出宫 把他们藏在山上 然后又绘成了地图 每一旗各执一步 那这么说 就是他们把这地图 给扯成了八份 一个经书里面藏一份 对 师父这么说的 那得多少金银财宝啊 是 刘师兄肯定是去找小宝了 徐大哥 实不相瞒 伪乡主现在非常危险 我们务必马上找到他 这条路是去山西的路 既然伪乡主有可能去了山西 一定在这条路上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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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谁呀 逛电话之下 怎么着 要抢劫啊这个 就 要 刘大哥呀 真是有缘亲礼来相会 真有缘分 你也赶路啊 你给我跪下来 干吗那么大火气啊 是不是热着了 赶紧下来避避暑啊 大爷 这不是你朋友玩啊 推 我和这毛头小子不共戴天 我要宰了你 不是一路拿着挺好的吗 刘大哥 你这话 兄弟听了 可就有点委屈了 我应该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吧 你 你动不动你就要宰了我 我告诉你 弟弟听了你这番话 心里 我得见 生气了 好 那咱们就论另一件事 你这小贼在皇宫里花言巧语 骗我方师妹和你同睡一床 刘大哥 您就不好好用脑子想一想 我是什么人 我是太监 太监能询人吗 再说了 再说了 像方姑娘 那么碧月羞花的大美人 小弟我觉得 也只有像刘大哥这样 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的武林高手 还能配得上啊 是不是 可你为什么骗她做你老婆 你说话呀 被小宝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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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哥 见过石头墓吗 什么石头墓 石头 天呐 是 知道自己是怎么晕的吗 石头墓 希望你老公 你还不 我看你老公 这种没 Valerie 啥 木头 石 喂 喂 兄弟 别 别开玩笑了 我开玩笑 小爷一大堆大事 等着我去办呢 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 美得你哦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 那么牛 他马上拿着剑指着我要杀了我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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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品尝差了 拿着剑还要杀我 我问问你 现在咱俩谁杀谁 喂 兄弟 请你念在沐王府的情分上 可 高抬贵手 你现在让我念在沐王府的情分上 刚才呢 我问你 记得马上拿剑指着我 你怎么不知道念一念 我们天地会的情分呢 喂 喂 乡主 求你饶了我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是在下的错 求你放我一马 你说什么 你在说一遍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可我是小人 喂 喂 喂 不要 你听听 你听听 一把驴都给喊出来了 你说你 你喊完没有 喊完了 不要吓家伙了啊 停 别再喊了 一会儿再喊 留着点劲 在我正式下家伙之前 我再问您两个问题 这 方怡方姑娘 到底是谁的老婆 她当然是您 伟乡组的老婆呀 她 她是谁 方怡方师妹 你伟乡组的夫人 八丑 咱们是不是朋友 在下求是不得 求是不得 朋友亲 不可信 对不对 倘若以后再让我见到 你对我的大老婆 眉来眼去 贼眉鼠眼勾勾搭搭 怎么办 你发个誓 我发誓 倘若我再多看方姑娘一眼 多说一句话 就天竹地面 不得好死 没有呀 天竹地面都那么高兴 不得好死还能乐得出来 可是我不信 你这个人啊 一看就是 出尔反尔 当人一套 败人一套 算了 以防万一 老爷 还是先把你杀了再说吧 走你 停 你 你有点太欺负人了 我可没欺负他 是他先拿剑指着我的 不信你问马夫 马夫都被他吓跑了 没有 你看我这姿势 想欺负人的吗 刘一忠 咱们的性命 都是为相主救的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我经历这些争风吃醋的事情 跟恩人动手 要是失手伤了伪相主怎么办 一命抵一命 我赔他就输 赔 就凭你这条贱命 能抵得过天地会 十大相主之一 伪相主的性命吗 你在清宫里 被擒的时候就贪生怕死 你听到要杀头 连生呼救 还自报家门 我又不是估计 刘师兄的眼眠 早就一掌打死 我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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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气 别动气 我们俩 闹玩的 闹玩的 您 卖个人圈 好不好 这事就都没过了 我 没事 我 我 我心眼大 我 我算了算了 我不提了 不提了行不行 不提了 你看看人家伪相主的气量 伪相主 和刘师兄 都吃了点小亏 真的太扯平了 天也不早了 咱们大姐伙 上路吧赶紧 干吗呢 心这么老坏 在吗呀 灯哥 这怎么穿成那样 挺凶的啊 看点 看样子 不想擅长了 咱们大姐伙 小心没事啊 是是是是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蔓延尽是茶自咽红 一朝如江湖 苦雨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舟 双眼秋拨松 你弄过眼肉 柔情里把你抱怨 踏遍天涯路 停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也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芬花悲苦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女情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尽是茶自咽红 一朝如江湖 不雨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舟 双眼秋拨松 你弄过眼肉 有情你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停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欢花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